说到超级工程 作为中国人 咱们可是一点也不陌生了 这部又一个超级工程正式开工了 那就是世界首座设计师数 350公里的海底高铁隧道 汕头湾海底隧道了 我翻了一下相关报道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施工方式 由于位置特殊 地下环境复杂 所以为了挖通这个隧道呢 我们几乎是把目前所有主流的挖掘方式都用上了 其中就包括了 明挖法 顿购法 和矿山法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在不同的部分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正好借着 汕头湾海底隧道这个例子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地下隧道 尤其是海底隧道 到底要怎么建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不过得先补充一下 我刚才说了 明挖法 顿购法 和矿山法 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隧道挖掘方式 但除此以外 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 有的 另一个也很有名的方式叫做城管法 它应用在很多的水下 隧道建设中 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也说过的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段 尽管它不是今天的重点 但最后我们还是会提一下它来作为对比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隧道的建设 要用到这么多的方式呢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在汕头湾这个地方 地下的地层太多变了 从最软的淤泥到最硬的花岗岩 从八度地震区 穿越过17条断层破碎带 从陆域到海域 既要扛住海底的高压 也要适应海水的侵蚀 我只想说太难了 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拿下 这个开了挂的大BOSS 所以只能组合着来 比方说在一开始又软又浅的入口端呢 就采用明挖法 咱们从它的名字里面 就能够猜出它大概是怎么工作的了 简单来说 就是先把这个需要建设隧道的地方 整个从地面上挖开 然后在露天的情况下修筑内衬 也就是能够把隧道支撑包裹起来的结构 接着呢 把一开始挖走的泥土回田 覆盖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显然是最简单 最经济最快速的选择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啊 就是只能对付较软的土地和挖较浅的隧道了 一般只应用在城市的地铁站和底下通道的建设当中 当然用在汕头弯海底隧道的入口段也完全没有毛病 因为在这个较浅的地层里面呢 主要是疏松的粉沙岩 正好完全就是明画法最擅长的场景了 接下来隧道往前推进 我们就要面临更深更黏的淤泥质土层了 以及越来越阴的弱风化花岗岩城了 于是出厂的选手就变成了顿购机 其实这几年呢 随着各个城市都在抢着修地铁顿购机出现的频率应该说是相当的高的 让我猜一猜啊 上面我说的几种挖隧道的方法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矿散法 什么是城管法 但一说到顿购法 你一定啊 我知道就是那个挖地铁的东西了 没错 顿购机其实解释起来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直径可以达到十几米的大电转就可以了 它拼命的 只不过拼了命 每天也只能以几米的速度往前转 然后通过传送带把转出来的泥土碎石 或者是泥浆源源不断的往后送出隧道 一边往前转呢 就一边在后面用预制好的弧心或凝土块将洞壁气起来 形成秤气 在防止隧道坍塌的同时 也作为推动自己往前进的支撑面 简直是一举两得啊 其实这样形容还不够 实际上整个顿购机就像是一枚可以多线程工作的CPU 在同一时间把好几样工作都完成了 推进出土平装 而且几乎都是自动化作业 所以看起来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好像慢的不行 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挖洞工具了 并且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支撑和掩护下 施工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 难怪它能成为地铁建设中的明星了 但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缺点的 比如挖不了坚硬的岩石 也不是挖不了啊 只不过你实在扛不住没挖几米就要跑去换个刀片吧 既不经济又不安全 而且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 又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选了 对了 既然到了又深又复杂又坚硬的岩城了 我们的方法就需要完成矿山法了 这个方法既然得名如此 肯定是跟矿山有点关系的 实际上它就是从矿工们挖开矿洞的方法中找到灵感的 用矿山法来开挖隧道 最大的特点是隧道的形状并不是一次性挖出来的 这个怎么理解呢 你就想啊 你要挖的这个隧道它设计出来的形状 也就是横截面的形状 是个正方形上面再带个拱顶 按照顿购记的策略 我一次性给你把这个形状挖出来 它的底气来自于反正挖开了 我自己也能够用躯体给你顶上 不怕坍塌 但矿山法可不会这样干 它会把这个横截面分成好几次来挖 比方说先挖一个半圆形的隧道出来 作为最终隧道的拱顶 等把这部分完成了 然后再向下向左向右挖出完整的隧道出来 之所以要这么干 是因为在挖出一部分岩体时 它上面的岩体由于失去了下面的支撑 随时都会有坍塌的风险 所以就要边挖边人微的进行支撑 支撑当然是面积越小越容易 所以就从挖小洞开始再慢慢的把它扩成大洞 当然至于是先挖哪一部分 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 比方说面对稳定性不那么好的松软严惩的话 那就先挖顶部 等挖好顶部并做好支撑之后 再开始向下挖 然后把左右护枪给弃起来 当然也可以是先挖下面 然后再往上扩 也可以是同时挖出上下两条隧道 然后一起往中间挖 花是太多 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了 但我还是想再说一个在矿山法中应用很多 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样东西 毛杆 让我们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可以神奇的加固一个新的零空面 甚至在下面什么支撑物都没有的情况下 也能够很有效的保持隧道的顶部不坍塌 其实原理也并不复杂 它的作用就是来拉紧彼此分离的岩石块 增加它们之间的摩擦力 使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 很聪明的办法吧 当然更聪明的是将这些方法组合在一起 打出组合拳来搞定这条不可思议的 海底高铁隧道的工程师们了 很期待它能早日贯通 对了 最后我还没有忘记啊 城管法 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介绍一下它 它就是将若干个预先生产好的隧道段 运到施工的水面后 在一个个的沉到水底并拼接起来 密封之后排空里面的水就建成了 当然 我这是超级缩减板 实际过程肯定要复杂很多 城管法的优势就是方便便宜快捷 因为它不需要挖洞 所以是现在很多水底隧道的施工方式 那为什么汕头弯海底隧道 不用城管法来修建呢 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温环境 但恰恰这里缺的就是这个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是火箭书 欢迎关注我的栏目 把想说的建议 想要指出的错误 以及想要补充的观点 都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